好的 那麼有一位馬小姐就是前兩天給我們來電話 她就說她讀了一些文獻 讀了一些關於幹細胞的知識的文章 就說到幹細胞是一種活體的細胞 如果是幹細胞的口服液 口服到胃裡 胃酸就將幹細胞給殺死了 既然是把它殺死了 那它又有什麼作用呢? 她想請教我們的這個專家 幹細胞專家 說陳專家那麼口服幹細胞 大到底是個怎麼樣的工作方法呢? 那如果是胃酸把它殺死的話 它還有效果嗎? 我們趕快幫她請出我們的幹細胞醫療專家陳昌平 陳專家來幫她解釋這個問題 陳昌平專家您好 您好 有關於這個問題 她問的是非常好 就是說胃酸很強 它一定把幹細胞殺死 所以幹細胞是不可能口服的 另外幹細胞它一定要活在此次培養液裡面 才能夠活下去 所以它也不可能運送 所以她問的非常正確 只是我們不是口服幹細胞 我們是口服一個核化因子 那這個核化因子叫做GCSF 就是白血球生長素 跟STF 就是幹細胞生長素 那這兩個是一個蛋白質 所以蛋白質 就是口服以後 我們外面要給它包一個圍巾體 為什麼 不然的話 也是會被胃酸破壞掉 這樣子 然後保護制了 這個東西就會跑到小腸 小腸以後就經過淋巴系統的吸收 跑到骨髓去 然後在骨髓就跟骨髓說 開始工作了 不要再睡覺了 骨髓就開始工作了 所以製造出來是自己的幹細胞 所以我們不是口服幹細胞 我們是口服兩個蛋白質 這個蛋白質會經過吸收到骨髓那裡去 提醒它製造幹細胞出來 對 那事實上這兩個蛋白質 我們年輕的時候都分泌很多 都製造很多 只是當我們40歲以後就開始減少 所以我們年輕的時候不需要吃這個東西 對吧 因為自己分了很多 不必要吃 除非它有特殊疾病 不然的話是不必吃 好 那這個造血幹細胞一製造出來以後 就會讓我們全身活化 所以我們為什麼能夠從小長到青壯年 就是靠這個造血幹細胞 那它的英文名字叫做CD34 CD34 是 好 那它有幾個功能 有三個功能 第一個功能就會製造紅血球 白血球 血小白 所以化療的病人 當他們白血球下降的時候 我們就靠這個方式來把白血球拉起來 那拉起來以後 病人就可以繼續接受化療 好 所以這是它一個最大的功能 它幫助癌症病人 不是去殺癌細胞 而是來鞏固我們的骨髓 因為骨髓通常在做化療 泛療 或者是標靶療 治療以後 它都會下降 這是它第一個功能 還有瓶血 很多人有地中海瓶血 也會改善 這很有意思 第二個功能是免疫調節 對 那免疫調節就會讓免疫力差的人拉上來 尤其是現在這個COVID-19 很多人都怕 所以可以把免疫力拉起來 那就可以抵抗這個新冠病毒 同時有一些疾病是免疫過高 譬如說松苍南斑 然後類通四性關節炎 那這些人他們免疫過高 所以目前我們都給他裂固醇 但是裂固醇吃久了 副作用就出來了 那這個不會 這個就來改善 那第三個就是他製造了很多兼直幹細胞 可以修復全身的五臟六骨 有沒有什麼地方受傷 都可以得到改善 所以就有這三個功能 所以這個觀眾他問的問題很好 但是我們不是幹細胞 是核化因子 所以他可以安心使用 明白了 並且有科學證據證明使用三個月以後 數目會增加兩倍 六個月 數目會增加三倍 好的 非常感謝您的回答 非常感謝我們幹細胞醫療專家 陳昌平專家的回答 謝謝您 謝謝